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八篇 孙中山北上及世事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这个政治会议既然这样缺乏组织 大部分时间便为吴志辉的漫谈所控制了 开会往往是在上午 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 其余的时间便由吴志辉扮演主角 他谈风甚见 所谈的多半是一些上下古今 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 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血语 他的漫谈似乎也有一个规律 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 他便漫谈起来 转移目标 使提案归于流产 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 他却不作声了 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 多半就是有关反对断职政政府 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志辉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 有一天 李大钊先生告诉我 当他协同吴志辉不出会场的时候 吴曾向他说 张国焘这个后生家 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 现在听说他竟是一个狂嫖烂赌 品行不端的人 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 立即严肃地回答他 我敢保证张国焘绝不会如此 他不嫖不睹 是个持身严谨 奋发有为的人物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 真是气得发抖 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 你不要生气 还有下文 他又告诉我 他当时即认为吴志辉这些疯疯癫癫的话 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 可能还有文章 因而他特约吴志辉共进午餐 谈了一大片话 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关系等等 李先生曾向吴志辉说起 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公认 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 我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 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 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 又说 目前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 反对段秦瑞的示威运动 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志 在那里多方疏解 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 是要向吴证明 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 打消吴的误会 他还向吴说道 我虽批评过吴政府主义 但并不歧视吴政府主义者 尤其对吴志辉先生是很尊敬的 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 顾全大局 李先生说 经过这番解释之后 无以无话可说了 李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 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 表示一些敬意 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 我不揭穿吴志辉这种造谣污蔑的企图 已算是很客气了 要我讨好他 万万做不到 我向李先生说 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 而欲呈孙先生病危来找中共的麻烦 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 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却无原则的崇拜实力 从前他曾根据断系的要求 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 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的脸色 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 因此 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 表示好感 不会发生时效 李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 并向我说 不必过分重视吴志辉这类 不能见信于人的风化 但要慎防众吴的轨迹 他将与吴继续周旋 要我也能不行于色 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 因而吴志辉没有得到机会 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志辉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 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 汪精卫曾委婉解释 孙先生病重 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 孙夫人宋庆龄 由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 怕影响他的病况 吴听了这些话之后 便展开了他的漫谈 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 说当一个皇帝病危的时候 往往为少数皇亲国妻 嫔妃太监 奸相权臣等所包围 发生种种蒙蔽天厅 假传圣旨的事情 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 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 还进而污指孙夫人宋庆龄 与汪精卫狼狈为奸 他闪烁其词 若隐若现 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 汪精卫听了这些话 面红耳赤 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满座为之恶然 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 因为大家评速相信 吴志辉 李时增 汪精卫三人 是要好的朋友 汪夫人陈碧君和吴志辉 就一同住在李时增的家里 现在居然在会议上 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 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就我所知道的 这是吴志辉和汪精卫间第一次的交恶 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志辉的这些话 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 多数人反而觉得汪精卫受了委屈 增加了对汪的同情和敬佩 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 汪是随孙北上半外交的 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 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 气度大于胡汉民 这些观感也许对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 当时有人说 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 原来是有人从中反对 有人推测 大概是吴志辉有什么话 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 也得不到汪的支持 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 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 故意维持这个局面 认为他绝不会有意隔绝 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 也有人埋怨 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 才引起这次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 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 但还能维系下去 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 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 虽然经过不少人的奔走 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 段却断然拒绝 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愤慨 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 并企图气死他 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东的实力 他不但不罗治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 而且不断地施以恫吓 不是说要逮捕在北京的国民党人 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 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 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暴罗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遇显得重要了 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 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 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 他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 不多发言 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 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 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 才耀言不凡地提出来 因此 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 这样 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 重要的事还是要报顾问出来说话 才易于解决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